我叫翟江 今年49岁 我是一家闽航区的宠物工艺的负责人 2022年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说 我办了一个我们上海唯一家的动物方舱 实际上对宠物这一块 是因为我的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在偶然的聚会我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当时的时候主营是长途客运 对宠物这一块 我也是因为喜欢去交这一方面的朋友 但是后来以后 我的婚姻是宠物给我带来的 我太太也是宠物给我找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对宠物应该去关爱一点 这次疫情来了 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老师们街道找到了我 要把那些转用的宠物都寄养到我的店里 后来跟街道商量下来呢 他给了我几间冻签房 花了三天时间 我采购了笼子 我采购了所有的用品 我采购了东西 三天以后呢 宠物方舱成立了 刚刚第一天的时候你不知道 弄进来的哈斯奇啊 这个下大雨啊 我睡在这个救生棚里啊 这个雨 你知道这个六个哈斯奇啊 叫我是 我就像在森林里一样 住在森林里一样的 实际上成立宠物方舱的时候呢 困难是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到那时候 我们人吃的东西都没有 我们俩哪里来呢 有好多狗粮公司啊 他们卷证 这真的是很很暖和的 你不知道我坐在那里面 长胖了 投胃 好多人都在网上抖音上跟你说 你们弟子在哪 我投胃东西给你们 一会儿一会儿奶茶了 一会儿披萨了 一会儿冰淇淋了 都会来投胃的 所以说很开心 做那么多事困难是很多的 但是好多人都愿意这个 出这个东西 那么通过这个以后呢 抖音上的那个浏览量也提升了 对我的评论啊 大概有几十万条了 对我的评论没有一条差的 都是说我是 大恩能老大散能打怎么样的 那些评论对我的 我觉得我是要把工艺做到底 所以说我九月份在浦江镇成立了 领航三三宠物工艺服务中心 我现在就是这个中心的主任 我们呢也想了好多 比如说我会带宠物到自闭症 儿童的学校去治愈他们 救治会来的宠物 我们把它训练一下 变成伴侣群 让那些想领养狗的 让他们来领养 我们科普啊 我们把宠物 把它的习性 把它的融合文明养权 把这一类东西推广给大家 让我回顾2022年 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对我人生起了很大的转折点 也给我找到了我的新的目标 我现在49岁 有可能48年前 对我的人生的评价没那么高 但是2022年 我可以对我的朋友啊 有可能对我的后代 很自豪地说 2022我做过这个事 2023呢 我希望呢 把爱传递到每个人的头上 突然即将来临 希望大家有点好 希望我们的国家有点好 说你我都越来越好